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平 今天我们来讲微博爆款写作课的第二课 这个系列我们的目标是让你10倍提升阅读量 让你增反更快一些 今天讲一个就是很多人都以为自己会的东西 蹭热点对吧 很多人都知道蹭热点是有流量的 但是一个热点蹭1000万的阅读量 是这样做出来的 我就做过这样一个东西 我曾经做过一次蹭热点的 那个蹭到1000万的阅读量 1000万什么意思呢 微博金威一个月1000万就已经是金威了 所以呢 蹭热点蹭出非常高的流量来 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先讲一个基础东西 热点话题到哪里找 因为有人肯定不知道到哪里找 通常情况下呢 你点开微博的发现 最重要的发现 你就会发现很多的微博热搜 很多微博热搜看到了吗 可能有点 你们用手机看到了可能自己有点小 你在热搜里面就能找到很多话题 更多热搜点开很多的话题 在这里面找到热点话题 你关注的 你感兴趣的 你擅长的 你喜欢的 你能写的热点话题 你去写就好了 这类种找法 另外一种找法就是 当你点开写微博的时候 它下面自然有一个创作热点给你 当然我不确定这个东西是大卫专属的 还是普通人都有的 我都有研究过 这个应该也都能做 你试一下 就是你从发现里面可以找到热搜 你也可以从创作热点里面找一下 创作热点写的话 通常还有有点前分的吧 好像是我有时候会写一点 还有还有点前分 OK 这是第一步 热点话题哪里找 然后呢 接下来我就讲几个 关于创热点写作的一个技巧 第一个技巧 很简单 就是内容要和热点有关联 特别重要的一个话题 虽然很简单 但其实这句话很重要 因为我看过很多人的创热点 它的内容跟热点话题 毫无关联 对吧 毫无关联 比如说航天员那个什么 那个反导地球 他去写了一个接线操的 跟这个观点 跟这个一点观点都没有的 无关内容 硬层热点会得降全的 各位 注意这一点 注意注意这一点 如果你的内容跟热点毫无关联 硬层热点的话 会被降全的 时间长了 可能真的不给你流量 所以不要犯这个错误 你只要去蹭热点 就尽量的 跟热点一定要有关系 这才行 就第一个要点 第二个 热点呢 你蹭的热点要跟你的个人定位 是有关系的 你可以是内容垂直的 比如说你是个律师 对吧 假如你是个律师 那么你蹭下来怎么蹭呢 你蹭的任何热点 都要跟你法律相关 你都要去讲法律 懂我意思吧 你蹭的任何热点 都可以用法律来解释一下 这个时候呢 是对你是特别有用的 如果你内容无法垂直的话 你还应该做到目标受众垂直 就是说这个热点呢 跟你的目标受众是有关联的 你的目标受众是谁 他们会关注什么话题 哪怕跟你的定位不垂直 但是目标受众垂直 也是可以的 这个地方讲一下 微博写的小技巧 注意一下啊 就是你的内容 未必要垂直垂直几分 但是受众最好是垂直几分的 我重复一遍啊 内容未必垂直几分 比如你是个律师 未必全部写律师话题 但你的目标受众 是要垂直几分的 就要观众那些 可能会对法律感兴趣的人 对不对 这个点是有用的 你琢磨一下 这个点没法讲的太细 你琢磨一下吧 这两个点啊 内容要和热点有关联 和热点要与个人定位有关 这两个点是最基础的 但是这两个点呢 是需要你时间长慢慢琢磨的 好 下面我们讲更细的 更有用的东西 第三个 手速要快 内容不能太短啊 什么意思呢 一个热点出来 热点刚出来的时候 是缺内容的 这个时候你赶快写内容出来 就很容易上吧 很容易被推荐流量 但如果说你热点过了很久 才写出来 这个时候内容很多了 就不能上网 就没有流量了 所以呢 手速要快 看到有热点 马上就写 然后呢 手速快到快 内容也不能太短 我今天有人听着点就写一句话 这种一般来说是很难有流量的 除非你这个是情绪算得很厉害 这段情况也很难有流量的 所以内容我建议你至少是200字的 至少一篇微博至少200字 就是你手速要快 内容也不能太短 至少200字 最好300字 最好300字 这个长度到我看来是一个让人可以看完之后 能有一点感触 愿意跟你交流 愿意去转发的一个长度 只有一两句话 大家是没有兴趣的 一般来说 只有两句话 这种东西是没有兴趣的 稍微长一点吧 200多字是可以的 手速快一点 看到热点 马上去写 内容也别太短了 这是第三个要求 第四个 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了 有人蹭热点呢 他只会写一条微博 他只写一条微博 这是不对的 如果你发现某个热点是持续的 大家都在感情的这个东西呢 就应该持续去写 理解我意思吧 有的热点甚至可能说是持续 好长时间能持续一周 那么这一周呢 应该根据这个热点 不断去写 不断去写 明白吧 如果说这个热点是当天的 当天你也可以写个三五条 甚至十几条 我最过分的时候 曾经一个热点写过二三十条吧 我在那个标题里面写 一千万阅读量 其实是少 我当时大概蹭了一千五百万阅读量 就是说我曾经写一个热点 写过二三十条 拿到了一千五百万的阅读量 大概增了有小一百分子吧 这就是条数一定要多 持续跟进热点 这个热点 你当你开始写的时候 你要持续跟进它 然后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写 可以不同角度来写 每一条你写个两三百字就可以了 不同角度写 也可以写长一点 然后你还可以组合成一个 你写了很多之后 还可以组合成一个 这个地方特别提醒一下 从热点的时候加双警号都会吧 但有的时候不会 所以他特别提醒一下 就是你这个热点 是要用双警号来 进入热点这个流量池的 看到上面的热点之后 用双警号 写完这个热点内容之后 加上双警号就可以了 OK 这一条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技巧 就是你要用量来堆 你可能写一条热点的话 它可能没有报起来 它没有报款 它可能只是这一条热点呢 只能有一点一个基础的流量 可能比你平时流量多一点 但是也不是特别多 但如果你长期在写 写了很多 那么互相关联起来的时候的 你可能某一条就可能会很容易报起来 这个逻辑很简单吧 写的越多 报的可能越大 而且你报了任何一条 其他各条都可能会翻出来 所以这条很重要 很重要啊 持续根据热点 不从角度写更多的内容 然后呢 也不用写太长 正常情况下了 300次就可以 但是你可以写几条之后呢 再把短的组合起来 再写一个长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写作技巧啊 其实自媒体写作 有时候是个体力活 你知道吧 写多 多写就好了 第四条 第五条呢 也是个技巧 有人在问了 说我老是蹭热点 然后呢 我写作能力 这玩意儿哪能写那么快 哪能写那么多呢 这个事儿就有意思了 我们叫蹭热点加炒冷饭 什么意思呢 你之前写过的内容 遇到热点了 可以扒出来 改改再发 但我一般会建议你在发之前 把之前写过那种删掉啊 把你之前写过那种删掉 然后呢 内容拿出来 改吧改吧 改的跟热点 那个能蹭上热点了 改再发 理解我意思了吧 假如你在一年前写过一条微博 然后呢 你突然发现某个热点的时候 你想到啊 我之前写过一条微博 把它搜出来 把它贴出来 然后改吧改吧 发的时候呢 把上一条微博删掉 这种微博是很容易火的 因为你之前 假如你之前写过一条 本来就是比较不错的 那个阅读量的 现在遇到一个热点的话 阅读量会直接暴增 让十倍到一百倍 理解我意思吧 因为蹭热点的问题是 蹭热点的问题是 你要急救章嘛 要写得很快 写得很快 你就很难保证质量 但你之前会写过 大量内容的话 你去蹭热点的时候 把你之前写过的内容 全部拿出来 再写一遍 再改一下 再写一遍 这样就能 尽能保证速度 又能保证质量 这种内容 就会很容易火爆起来 做法很简单 你搜一下关键词 在你微博里搜关键词 把你以前写过的内容 全部搜出来 搜出来之后呢 复制出来 复制出来 把之前的内容删掉 然后呢 根据热点再写一遍 再改一改就可以发 这样你可以迅速写出 很多条高质量的内容出来 这样的话 你的阅读量就会 十倍百倍 甚至千倍的增长 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数据 千倍增长 因为我大概测过了 我之前曾经做过一个 把这些一条 月后十几万的一个 一个内容拿过来 重新写了一下 就稍微改了改 侧制点又发了一遍 这条月后就三百多万 明白我意思吧 我以前自己写的时候 自然流量是十几万 然后拿过来 重新写了一遍之后呢 重新发了一遍之后 就三百多万阅读量 这点很重要的 重复一遍啊 重复一遍 你蹭热点很容易是 写出急救章出来 然后呢 你缺乏质量 就不容易火爆 但如果日常 你写了很多内容 然后你发现一个热点的时候呢 你可以把它拿出来 再发一遍 OK 这样的话 就可以有很高的播放量 因为它既有热点 又有质量 就可以有很高的 那个阅读量了 好 这第五条 非常重要啊 各位 第四条和第五条 都是特别重要的东西啊 多写 找到一个热点 多写 然后呢 保证质量 只是四和五 特别重要 好 第六条 有趣有用和稀缺 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有趣有用和稀缺 什么意思呢 很多人蹭热点 只是蹭下热点 最后写几句话就算了 但是当你找 当你发现一个热点的时候呢 你最好是可以跨平台 找一下这个热点 去找资料 去找资料啊 跨平台找资料 找出那些有趣的 有用的 稀缺的内容 然后呢 还可以知道组合的内容 早上这个内容出来之后呢 你这个内容就是有质量的 注意各位 我再重复一遍 再强热点 蹭热点不能只蹭热点 而是要写出高质量的 写出足够数量的 高质量的内容 才是真正的蹭热点 我再重复一遍啊 不要只蹭热点 而是要根据热点创造 数量足够多的 质量足够高的内容 这才是真正的好 蹭热点 那么当你在这种 蹭热点方法的时候 你要跨平台找资料 跨平台找资料 各位说清楚了吗 那么我跟大家举个例子 来这条 如果你有手机看的话 可能有点小 我给你念一遍吧 冷知识 吴亦凡在监狱里的 用的牙刷和笔 长什么样 牙刷基本就长 图一这个样 至于笔就是图二 或图三一样 看来都挺萌的 高晓松说过 他当年酒驾 坐牢六个月 翻译了一本书 监狱里的笔是软的 写字不方便 他就用年周和纸 裹在笔上面 让它变硬一点 但是矮大颖的词举 是违规的 因为监狱用品的设计 遵循防吞烟 防穿刺 防敷裂 防扔头 防推测原则 避免犯人用于自残 或者伤人 感觉其实挺适合 幼儿用品的 后面有个PS 吴亦凡现在住的 应该是看守所 而不是监狱 但看守所比监狱条件 差多了 看这里 下面有个微博证文 各位你看到这个 这个逻辑了没有 好 当时吴亦凡被抓起来的时候 大家都在写什么呢 都在写吴亦凡什么 那堆东西 对不对 但是我另一期 写了这么一条 看一下阅读量 1640万 看到了吧 吴亦凡当时我也写了 有十来条内容 大概先后写了十来条 那个整体的阅读量 是超过1000万的 可能到了1500万 我没有细数 因为就这一条 已经640万 就这一条 看到这个阅读量 640万 那么这条 为什么会得到640万呢 因为第一个 它是 是个热点 而且当时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加那个热点 那个警号件 你知道吧 没有加警号件 只是提了吴亦凡 它是热点 第二个呢 它足够的有趣和有用 大家都会觉得说 吴亦凡当时的牙刷和笔 很有意思吧 对吧 不是单纯的说 吴亦凡犯犯罪了 怎么怎么样 不是这个东西啊 不是单纯的 吴亦凡是东北独 大家都在写这个 大家都在写 吴亦凡当时的东北独的时候 其实你找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更容易有流量 然后这一条就是640万 因为我一般就在牙刷和笔 这是非常稀缺的 那么这个内容从哪来呢 这个内容其实是我 以前刷B站的时候 看到B站上有一条 就是监狱里面的牙刷和笔 是什么样的 然后呢 我就把它组合了起来 各位理解我意思了吗 你可以刷多平台 找到更多内容 然后组合起来去写作 因为写作本身就是一个 找素材的过程 素材找多了 然后能重新写一遍 根据素材创作内容 根据素材创作内容 而不是单纯的说 只是表达一个观点 这样是很不好的 好 OK 各位理解我意思了吗 这一点啊 重复一下 有趣有用稀缺 你可以用跨平台 多个平台找资料 比如说你可以用抖云枣 可以从虎扑 什么那个知乎 豆瓣 B站 什么那个各种平台上 找一些资料出来 找一些资料出来之后呢 找足够的资料 然后去写作 理解我意思了吧 到这点你会发现 我的逻辑是什么逻辑啊 逻辑就是 我们不要只是硬性 蹭一个热点 而是根据热点 去创造一系列的内容 去创作一系列内容出来 这个创作法怎么创作呢 跨平台找资料 用好你的库存 你自己的那些知识储备 然后呢 你可以去 那个把之前你写过内容 再写一遍 可以从其他平台找资料过来 再写一遍 可以写更多的内容 更多条数 然后呢 更多条数之后呢 再把它组装起来 这就是一个报关写作课的一个逻辑啊 就是报关写作课里面 蹭热点的逻辑 非常简单 非常实用 好 第六个 第七条呢 注意这一点 我要提醒大家 争议有用 但是要谨慎 因为我们很多 我看过很多博主 我看过很多博主啊 天天在吵架 确实有很多流量 但这种流量呢 我觉得很脏 你知道吧 很脏而且很危险 我特别不想碰这个东西 因为如果关注我时间久的话 你会发现 我其实很少去做热点话题争议啊 我连 我其实很少蹭热点了 现在 我都不想蹭热点 蹭热点的时候 我也不去争议 注意眼看 我们蹭吴亿凡这条的时候 有争议吗 这条毫无争议 没有任何争议 但是预议就很高对不对 我们要练习这种东西 练习 蹭热点而不争议 练习这个能力 我知道微博 我知道微博有些M3机构 就是直接签了女权和男权 对吧 然后呢 任何一个话题 女权下场打一拨拳 男权下场打一拨拳 互相吵架 吵架吵架 一堆流量 但是我不喜欢这样的流量 我觉得大家尽量别碰 但如果说你真的想要争议的话 也可以 也可以有 争议话题是有流量的 各位 如果你可以建立一个争议话题 你所有人都要吵架 这个流量就起来了 我不喜欢 但是不代表他没用 他是非常有用的 你要愿意的话 你可以做一下 我的建议就尽量别碰那些争议话题 尽量别碰 脏流量和危险流量 比如说像台海关系啦 什么之类的 这东西特别危险 你就少碰一下 OK 这个地方 再重复一遍 争议 吵架是永远有流量的 越吵越有流量 但是你要紧适的用 这个第七条 第八条 你可以用探讨的语气 或者可以使用投票功能 各位 投票功能 什么意思呢 如果你觉得这个话题 还是有流量的 但是你觉得它很危险 你不管站在哪一边 都会被人骂的时候呢 你怎么办呢 你做个投票功能 大家投个票 比如说 吴亦凡和杜美如 你支持谁 对吧 你就会发现 这个投票可能几千个投票 就过来了 因为有人也就会投嘛 对不对 就这个意思啊 或者探讨 你可以说我们来讨论一下 我们来讨论一下 这个东西 我不太明白 大家讨论一下 是什么什么主题 OK 这一点呢 可能在评论区 大家就会开始 探讨起来了 也可能会吵架 吵起来 这样的话 你就会有很多流量 但是你很安全 特别注意啊 你不要随便站队 你随便站队 很可能会出很大危险 因为你不管站什么队 都可能会有人来骂你 而且呢 会被挖坟 然后很可能将来 那个相当时代变得 会被打脸 这件事很重要啊 很危险很重要 特别小心一下 我们提到有缝隙可参与 这个关于这个 回头我会专门讲一节课啊 有缝隙可参与 回头我会专门讲一节课 那么我建议你呢 如果你碰到一个 有流量的话题 但是你又觉得很危险的话 你可以探讨 或者使用投票功能 但是不要轻易站队 就是第八条 好第九条 注意安全性 热点一定会有流量 但是热点一定很危险 因为有大量流量进来 而且这个流量是公寓流量进来 它对你不熟悉 那么你不知道什么人会过来 那么这个是很危险的 你可能真的会被人盯上 会不会挖你坟 所以呢 第一个是要谨慎站队 最好别站队啊 最好别站队 不要散播谣言 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 这个内容来源是什么 你就不要随便发 因为散播谣言真的很可能是 不仅是被人挖坟 而且很可能会被官方处理的 不要太多要紧 管理好你的评论区 评论区里面 如果有些危险的内容 一定要删除掉 一定要删除掉 因为微博的管理 如果说你的评论区里面 有大量的危险内容 那个微博会直接找博主 麻烦的 会被封号的啊 会被会被暂停发言 会被封号的 特别注意这个点啊 一定不要去让评论区出问题 评论区如果觉得很危险 就赶快删掉好了 这就是主个建议 好最后呢 让我们提醒一下 我们在讲微博 帮忙写作课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研究一个话题 就是微博需要什么 微博讨厌什么 微博现在需要和讨厌什么 这个东西呢 是你永远需要研究的话题 你永远需要研究 今天我们只是提一下 好了 我们今天讲的就是 怎样安全的蹭热点 按照我这个逻辑呢 按照我今天讲的微博 怎样蹭热点这个逻辑呢 你大概可以比正常 你蹭热点的流量增加十倍 而且十倍到一百倍吧 我坦白跟你讲 非常有用 这都是我测试过的 十倍到一百倍的流量增长 同时呢 你会相对比较安全一些 好了 我们未来还有几节课 都是讲微博包团 写作课的 都是让你的流量 十倍到百倍增长的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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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